Bismillah, Alhamdulillah,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Bismillah,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Bismillah,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Bismillah,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是由于遗忘 比如在中午拜时 离了四拜之后 四拜之后离了第五拜 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他在第五拜的时候 多礼的时候想起来了 必须要回到正确的 正确的这个 必须要回到正确的离拜方式 之后要扣两扣头 因为遗忘扣两扣头 第二项我们要讲解一下 由于在离拜当中 缺少了一些事项 而扣头 如果我们在拜公当中 缺少了礼拜的要素 那么拜公是不成立的 如果在拜公当中 遗忘了一些 就是我们当 通常所说的 主命的一些 并不是我们说的要素 要素是必须要完全做到的 如果 缺失了 那么我们要扣 不扣 遗忘的两扣头 要不扣 因为遗忘而要不扣 第三方面 是在拜公当中出现了怀疑 有一个原则 所有的怀疑在 在这个工修完成以后 就不要怀疑了 比如我们现在 我们礼完了 普礼的拜公 如果在礼元拜以后了 我们又怀疑了 比如某一半 第二拜 是不是念了法庭 是不是念了开端章呢 拜公已经完了 结束了 我们在这种 已经结束的时候 不可能 不能够再回去了 再回去重礼了 那么 这个 做小镜 做完小镜以后 又怀疑自己 是不是摸头了 一旦你已经 工修已经做完了 洗完小镜了 你又怀疑 那么是 那是不允许的 那是有罪过的 一个人入拜念 然后恶魔来教唆你 你是不是 做好小镜了 一旦你念入拜的 所有的其他的想法 都不要有了 不要受恶魔的教唆 不要怀疑 一旦 一旦立行了 拜公的时候 要消除所有的怀疑 如果 如果 怀疑是在 拜公之内的 出现 如果 如果 这个男人 他很少 一个人 在拜公当中 很少出现 怀疑的情况 如果 出现了 他应该 建立自己的 也给你 坚心 如果 如果 一个人 经常 这个 出现 怀疑的 状况 他应该 抛弃 自己的 怀疑 这就是 这个 一个 经常 怀疑的人 和一个 这个 很少 怀疑人 他们 在 出现 怀疑 时候 的 区别 扣 因为 这个 以往 而扣 两口头 有在 出败的 之前 扣 还有 在 还有 是在 出 之后 扣 然后 扣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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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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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坐 坐好 然后 再念阿拉 阿拉 阿拉 再扣 扣 然后 再念阿拉 阿拉 阿拉 然后第二叩头起来以后 直接念 出拜 念 Allah-u-Khubar 然后叩头 可以念 应当念 叩头做起来的时候 念 Allah-u-Khubar 念了 然后念 Allah-u-Khubar 口头念 然后念 Allah-u-Khubar 做好 然后直接 出拜念 出拜 阿拉至至